拿到了一台网红车型 问界的M7 然后呢 这台车其实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拍过静态 然后也体验过了这台车的一些比较不错的点 今天呢 我们主要测一个点 就这台车说的 因为它是一台增程式的车型 它主打一个叫零焦率 我们现在出发呢 我们把电已经用到20% 基本上是一个增程车的一个零介质了 就是它这个发动机呢 它叫增程器啊 一定会介入工作 给它充电 一边充我们一边跑 它相当于是一个混动类型的车 这时候它就删到一个亏电油耗 那它在亏电油耗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表现状况 官方标的它是6点几 然后我们今天会把它开到谷北水镇 从这里到谷北水镇大概是单程在140公里左右 我们进行一个往返的测试 通过我们今天的一个实测的游玩路线 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问界M7 它的亏电油耗究竟合不OK 假期出行最容易碰上的便是堵车大军了 果不其然 刚上五环 我们便遇上了堵车长龙 此刻如果你开的是一台燃油车 那接下来的油耗测试显然就很吃亏了 但是增程式就完全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纯电驱动下 增程器始终处于平稳运行的区间 堵车不堵心 这就是很多人选择问界M7的第一个原油吧 出了六环 路上的车辆开始逐渐少了起来 巡航的速度也逐渐开始上升到100公里以上 这时候才是增程器最耗油的工况 不过也不用特别担心 问界M7的能耗表现还是值得表扬的 最终去城在行驶了137公里以后 表显油耗并格为7.3升 对于一台中大型SUV而言 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油耗 回程路上 我们选择了走国道 让人想不到的是 在蜿蜒的小路上 油耗开始进入下降区间 虽然在进入六环以后 天空开始下雨 又是晚高峰 但是油耗并没有再次出现反攻的迹象 相反 在返程路上 一路坐在问界M7后排的妈妈 还找到了自己最爱的功能 在被教会了使用一键躺平之后 一路上都睡得香甜 一趟行程下来 成功为妈妈种草 问界M7 我们进行了一次北京的市区 到司马台长城的一个往返 最终的亏电油耗给大家公布一下 最终它的亏电油耗是6.4升 整个的数据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官标的亏电油耗 我们这个版本是它的入门版的 28万9千8的那个版本 它的亏电油耗数据是6.85升 所以我们这个数据 介于这两个之间我们是正常跑 没有说是过度的去省啊或者怎么样 我整个数据还OK 我觉得问界M7在亏电油耗这块 表现还是蛮不错 整个五一我们加了一箱油 然后就是一个整个把电充满 还是蛮完美的 应付了整个假期 我感觉这台车还是蛮靠谱的 我感觉了 我的这边是更明显的 所以我们两个人